音樂一下穿著白袍的營養師們 大跳我的餐盤舞 少糖 少鹽 少有你 你要營養不能少 六大食物 均衡吃 營養健康跟著來 隨著音樂大跳健康操 歌詞提醒民眾要注意吃的健康 利用簡單口訣 從兒童到老年人都能朗朗上口 大家都真的非常感動 我們基隆市的營養師 以及其他縣市會來支援我們 以及我們這麼多的社區的朋友 那我們一起來呼籲大家 能夠重視我們這個營養師節 那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動 本身也是營養師的基隆市議員 許瑞慈 特別號召營養師一起快閃 為了表達支持營養師這個行業 立委蔡慶應現身快閃現場 一起宣導健康飲食 過去其實很多健康官都會宣稱 健康管理師來講述一些飲食健康 那其實這些錯誤的觀念 其實都會造成民眾的一個 健康的一個傷害 那其實營養師來說的話 都要經過國家考試的認證 然後也要經過醫院的一個訓練 才有辦法去傳遞一個 健康飲食的一個原則 那很多場域呢 營養師其實都不能職業的 舉方來說就是像健身房 健身房其實在運動後的一個營養補充 其實是最常會被一些 像健康管理師去做一些不正確的一個建立 那這塊我們是希望能夠極力爭取 甚至是社區的推廣中心 那其實都有營養師在裡面監督 可是營養師卻無法植燈在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台鐵的南站 由我們營養師們舉辦的快閃 呼籲大家均衡飲食的活動 那其實今天是222我們的營養師節 那所以是因這邊特別來到現場 來給予他們支持跟鼓勵 那重要的是我相信過去這幾年 台灣的均衡飲食營養師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在這個疫情的過程當中 許多營養師都有呼籲到 我們要幫忙大家 我們每天在家裡如何均衡飲食 尤其在疫情關在家裡的時間 更需要有這樣的一個營養師來協助我們 那我記得我在去年5月份 染疫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跟我們視訊過我們的營養師 許瑞茨的營養師 也要請他提供我們一個營養師 在家染疫時間的健康配方 所以我也非常感謝營養師 那這段期間我特別看到我們營養師 他都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特別來到這邊 給他們最大的一個鼓勵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營養師開始在職業之後 事實上仍然在工作場域上 有許多的限制 那事情在這邊未來會配合營養師們 跟衛福部繼續來溝通協調 擴大營養師能夠職業的場域 2月22日營養師節這一天 50多名營養師走出校園 醫院及工作場所 一起用快省行動 推廣我的餐盤健康飲食 希望民眾吃得健康 吃喝飲食 那我們一起祝大家 2222 營養師節快樂 記者 王少民 金融報導